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好一个震惊的歌迷见面会 做什么要做那些亲密的动作 咦 现在好咯 一起争议了 那些歌手真的很lotsense的lots 品 你确定那是歌手的意愿 而不是主办单位安排的 而且不过就是牵牵手 亲亲额头 有那么严重咩 如果不是我们的意愿 他们可以拒绝啊 难道我们不懂我们这里是回教国 这样子做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咩 有时候做艺人的还真是身不由己 你不是他们 又还没搞清楚整件事就往下结论 你这太武断了 还有宪法从来就没有缠绵大麻烧回教国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纠正你 好 我姑且先不怪那些歌手 那主办单位应该不会不懂这些东西很敏感的咩 这样子做会引起非议的咩 那主办单位已经公开道歉了 并承诺以后办活动 会把艺人和本师的宗教与文化差异考量在内 不过对我来说 敏不敏感有时候还真的很主观 还有现在那些跟歌手有轻蔑动作的歌迷 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你们这些局外人凭什么在这里多事 对我来讲这些就是很客观的敏感 还有那些歌迷根本就是没迷魂的头 被非议还浑然不知 天呐 现在的小妹妹真的是 平 我只能说一只手是拍不响的 在那中不亏亏的场合 如果真的被非议 我不觉得还会有人浑然不知 而且照你这样的逻辑 到底是歌手非议的歌迷 还是歌迷非议的歌手 我想还真是秀才与着兵 有理说不清啊 我前错万错哦 最错的还是他们不为了避嫌 那干脆邀请飞穆斯林歌迷上台 跟他们不动过就好了咩 如果这样就不会惹上什么肥了嘛 我只能说你这是自以为是的避嫌 如果每个人都照你这样想 那我们永远都只会以为穆斯林是这样 是那样 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偏见 最后形成一种隔阂 偏不偏见我才不在乎 我比较在乎的是 我那天明明就在现场 而我又不是穆斯林 走什么他偏偏就不选我上台跟我亲密 如果选我的话 不要说什么牵手亲额头啊 要再亲密一点的话我都ok的 平 请你重重一点 尤其你已经一把年纪了 还有照你这样说 你根本就持有双重标准 还有恼羞成怒 你只是在责怪他们不选你上台罢了咯 这个我不否认啦 总之哈 如果那天他们选的是我上台的话啦 今天就不引起什么非议了 这个是我很肯定的 平也对 如果上台的是你 今天引起关注的 一定是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老妇女 你竟然在台上工男飞里喊过偶像 对吗 你人上工只好 你这样子你真的很过分啊 平 我这只是毫不必先的有话直说罢了咯 好 中文字幕——YK